- 按讚- 訂閱- 開啟全部小鈴鐺喔 哈囉大家 今天是我待在小琉球的第二天 然後等一下11點有個浮潛的行程 那現在還沒9點半 先去吃個早餐然後再晃過去 因為昨天體驗過小琉球真的很熱 所以今天就穿個薄外套 然後配個算是矽肩帶 這種花花洋裝還蠻適合 也不算洋裝啦 它只有上半身這樣子 蠻適合在小琉球的 我買了一袋早餐 可是它裡面沒有提供內用的座位 現在開始找地方吃東西 這是我今天買的早餐 這是他們的炸琉球粿 他們琉球粿好像有分炸的跟蒸的 然後我買的是炸的 這是他們的香腸挖粿 然後我買了一個大杯的紅茶豆漿 有一點像烏龜粿的那種質地 有一點像蘿蔔糕 可是沒有到蘿蔔糕的口感那麼紮實 我覺得蠻好吃的 它有分蒸的跟炸的 然後我剛好是買到現出爐的炸的 然後這是香腸挖粿 大家拍得到嗎 它裡面這個好像是香腸片 好大塊喔 我覺得這一次的早餐我買的太多了 因為三樣東西 雖然價格很便宜才110 可是我沒有吃完 我吃不完 然後我剛剛就是從這一條騎上來 然後看到後面這邊有一個廟 正在蓋然後這邊有一張桌子 就謝謝神明啦 然後我有個位置可以吃早餐 我吃完我的早餐了 然後要準備去浮潛的地方 因為距離這邊還有就是一點點距離 那我待會就是騎機車過去 在決定來小琉球之後 我便在KKday上面購買了行程 而這一次來到的潛店 便是小琉球的熊潛水 拿回去這邊 真的超 放好裝備之後 我們一群人便來到了花坑岩附近的海域 在出發之前教練都有跟我們說注意的事項 而教練在浮潛的過程中 其實都會帶著我們 所以即便是不會游泳的朋友 也可以很安心的下水 這一回藍小琉球我最大的目標 就是看到海龜 看到海龜真的超開心的 而且海龜真的好大隻 顛覆我想像的大隻 藍小琉球一定要來看海龜的 在太陽狗看來看海龜 和大家最大的鄉 想像是油 在靠海龜 盛海龜 然後 降漫 全 離開了海邊 決定來小粉愛玉這邊吃個涼的小薯 他們家的愛玉是海龜的形狀喔 是閨蜜推薦給我的名單 愛玉做的海龜好可愛 而且撕下去真的暑氣全消 明明就是11月 但卻在小琉球這邊吃著愛玉消暑 真的是很神奇的體驗 沒有排什麼行程的我 於是決定騎著車環島 或許是因為我在淡季來掃琉球 所以一路上都沒遇到什麼人 在路途中發現了Gear位這間咖啡店 便決定進來坐著吃個下午茶 在路途中發現了Gear位這間咖啡店 是 developing cup 在日子裡的住口 才好可不可以 有一個木匙 就是我們的菠蘭 她要喝酒 很少有蠻的糖 她能喝酒 是蘿蔔的酒 她能喝酒 甜甜 是蘿蔔的汁 寶蔔的香皂 布朗尼搭配冰淇淋真的是超贊的绝配 我很喜欢这间店给我的感觉 除了外面的绿色植物造景外 还有这边明亮的空间感 推荐有来小琉球的朋友们 可以找时间过来做做吃的点心哦 昨天睡觉之前看到了一部电影叫做花椒之味 电影的内容大概就是在讲说 同父异母的三个姐妹 在父亲过世之后 决定要继续经营父亲留下来的火锅店 在半夜看到这部电影 就让我一直好想吃火锅 然后在地图上搜寻小琉球的火锅店 就跳出了这一间纯火锅 于是就决定今天晚餐就吃小火锅吧 一个人旅行的好处 就是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 的话 回到最后就会看到 咱们有点紧的 不须就飞了 我们会给他们来到 例如酒了 台湾 同然后 zou参与 排毒 那时候 去 整體 但 大跟 长 有点 有点 启 小琉球的酒吧也是个重点喔 今天来到了二十有路 也是闺蜜推荐给我的名单 店里有许多的创意调酒 这里除了卖调酒以外 还有精量啤酒可以做选择 而他们的调酒都可以看到有小琉球的特色在上头 像是有关于海岛还有旅行相关主题的调酒 很喜欢他们的墙面设计 上面摆着很多的明信片还有照片 应该都是来这边旅行的客人们所留下的 于是就在这边点了一杯饮料 店里有两只很可爱的猫咪 今晚的最后就是在这间店 一边看着猫 一边喝着酒 虽然我会对猫毛过敏 但整体而言还是非常的疗愈 这支影片是我在小琉球的第二天 接下来还会有小琉球相关的影片 请大家期待一下啰 我们下支影片见 不可以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